一直以来大家都希望我能够分享一下关于富士相机的菜单设置 其实这方面的内容我也是构思了很长时间了 经过反复的总结和分析终于把它们提上了日程 我将会把这类内容做成一个系列视频 陆续的给大家制作出来 按照不同的拍摄用途和内容上的区别来进行了整理 这样可以让大家在看的时候 更容易和自己所遇到的问题联系到一起 除了闪光灯的相关设置 不会涉及到这个系列的视频 基本上会附给到富士相机绝大多数的功能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以自己目前使用的富士XT3为演示的机型 也许您使用的是富士其他的型号 但是只要是这个X系列的相机 它的菜单功能大体上是比较的类似的 只是位置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今天咱们就先来分享一些 与照片画质有关的菜单设置 首先找到相机机身上的这个Menu按键 打开设置的菜单 找到左侧第一个这个IQ图标 也就是图像质量设置这个菜单 今天提到的这几个设置全都在这里 照片的存储格式和最终获得的图片质量 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找到图像质量这个选项 在这里一共有五个选择 比较容易混淆的是第一和第二个 Fine和Normal Fine是使用较低的压缩率 所以它可以记录更高质量的照片 而Normal就是一般的图像 所以Fine要比Normal的画质要更好 这两个选项的保存呢 其实都是JPEG的格式文档 而最高画质的存储格式呢 其实是第五个Raw 但是它的弊端呢 是并不会保存胶片模拟等一些特殊的效果 所以呢我推荐大家选择这个 Fine加Raw的这个选项 既能有质量不错的胶片模拟效果 同时还会保存一份Raw格式的高质量文档 作为备份 回家想要去认真的后期呢 还能有提升的空间 但是啊 它的缺点是在于 占用内存卡的空间比较大 我呢使用的是256G的内存卡 如果只保存Raw格式啊 它可以存4356张 而选择了Fine加Raw之后呢 就只能保存3435张了 相对来说 较低质量的Normal加Raw格式啊 可以拍摄3695张 如果说您保存这份JPEG文档 就是为了发个朋友圈什么的 其实呢 可以选择Normal加Raw格式 然后进入到图像尺寸当中 选择一个尺寸较低的图像 例如像S3比2的这个图像呢 您看它的尺寸是 3120乘以2080 而它的大小只有6M这么大 像这么大的尺寸呢 其实已经足够在手机上浏览 甚至于是分享了 顺便提一下图像尺寸这个设置 它呢 只在您选择了图像质量当中的前4个选项的时候 才能被激活 只选择Raw格式的话 是无法选择图像尺寸的 这里会是灰色的 图像尺寸呢 它只对JPEG文件有效 而Raw格式文件 无论选择什么尺寸 在电脑中打开的时候呢 它仍然是原始比例的 如果您想要在后期的时候 裁剪为1比1方形的图片呢 并且在前期拍摄的时候 希望看到方形的构图 那么就要选择Raw加上任何一种JPEG格式 才能激活图像尺寸的预览 如果您对后期的处理比较的熟悉 并且呢也没有马上发朋友圈去分享的这个需求 可以像我这样呢选择直保存Raw格式 这样呢既能保证图像的质量 又可以节省内存卡的空间 所有的效果呢都拿到后期去做 富士相机内的Raw格式啊 一共有两种分为未压缩和无损压缩 无损压缩呢 是指在相机内采用特殊的压缩方式 减少文件大小 在后期的时候呢 再通过软件把它给还原回去 也就是说即便是压缩了 也不会丢失细节和没压缩的时候一样 但是呢这有个附加的条件 需要使用富士的两个软件 一个是Raw File Converter EX 另外一个呢是Fujifilm X-Raw Studio 才能够将这个无存格式的文件啊进行还原 不过呢您不用担心 这两个软件呢都是免费下载的 并且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因为我平时使用的是这个Lightroom进行后期 所以平时呢我选择的是这个未压缩的格式 我呢也推荐您选择这个格式 就省去了后期再使用这两个软件处理一遍的麻烦 保证了照片的最高画质 哎可是这样的话 这个无损压缩还有什么用呢 其实可以这么去想 假如您在旅行当中啊 内存卡的剩余空间非常的有限了 而您的手头呢又没有备用的卡可以用了 但是啊还有好多照片拍呢 这个时候不如切换到无损压缩格式 当选择这个未压缩格式的时候啊 我的内存卡可以拍摄4356张 而切换到这个无损压缩格式呢 可以拍摄7995张 所以无损压缩格式 至少可以让您剩下的内存卡空间 拍摄出多一倍的照片 这也算是临时救场的一个思路吧 在相机的屏幕上啊 您可能会注意到 有这么一个DR100 200 400的标志 那这个呢是动态范围的选项 用来控制对比度 通常来说呢 我都是使用的是100%的动态范围 但是当照片当中阴影非常强烈 例如呢在白天的街头拍摄 建筑的阴影呢和阳光直射的区域 它的对比度就会非常的大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使用比较高的动态范围 来获得更好的对比度控制 甚至是逆光的时候拍摄人像 人呢会处于阴影当中 脸会比较黑 使用比较高的动态范围呢 就可以获得更好的拍摄效果了 阴影不会那么黑了 所以呢您可以把它理解为 它会降低高光 提高阴影的曝光 在设置这个动态范围的时候 您可能会发现 它有的时候是灰色的不可选 这是因为动态范围的200呢 是需要使用ISO320才能够被激活 而400则需要使用ISO640 所以将相机的ISO提高到 320和640 那这两个高动态范围啊 就可以选择了 有数据表明 DR400的动态范围效果 等同于相机内ISO800拍出来的照片 所以使用高动态范围 必然会让照片有更多的噪点 所以在使用高动态范围的时候 它的画质其实是在下降的 D范围优先级选项呢 看上去和刚才那个动态范围 非常的类似 这个功能呢 是用来减少高光和阴影之间的 细节丢失的 也就是说日落的时候太阳太亮了 高光位置呢就会惨白 或者啊 阴影过暗导致深色的位置 几乎什么都看不清楚 一片黑 打开这个D范围优先级别呢 就会改善这类的问题 惨白的位置就会保留出更多的细节了 需要注意的是呢 这个D范围优先级啊 也是需要至少ISO320才能够激活 提高到640才能够启用它的强挡 当期或使用D范围优先级的同时呢 动态范围就会处于不可选状态 改为由D范围优先级来处理动态范围了 大多数的日常拍摄呢 您可以仍然使用动态范围来增加或者是减少对比度 而像日出日落这样的光比较大的拍摄时 改为使用D范围优先级的拍摄 这个选项呢 既然它和动态范围非常的类似 那么它同样会产生高ISO的噪点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下 当使用了动态范围和D范围优先级 以及很高的ISO拍摄的时候 噪点呢是影响照片画质的一个大问题 后期处理是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前期拍摄的时候呢 可以打开长时间曝光降噪这个功能 在相机内啊 先进行一次降噪的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呢 这个功能一旦打开 您所拍摄的照片时间就会变成两倍了 因为相机需要曝光时间同样长的时间 来处理这张照片的降噪 比如刚刚您拍摄了一张20秒的夜景 那么现在呢 就需要额外的20秒钟来处理它的降噪 所以这一功能呢 并不适合岩石或者是烟花 这类需要连续不间断拍摄的题材 需要有足够充裕的时间来等待相机去处理 大家呢可以酌情的将这个功能打开 或者是关闭它 搭配动态范围和D范围优先级去使用它呢 是个不错的选择 镜头调整优化器这个功能呢 是富士在XT2机型之后才推出的一个全新的功能 用来调整颜色和镜头边缘的轻微对焦损失 特别是在使用广角镜头的时候 边缘的清晰度呢会没有中间那么锐利 还有呢就是使用小光圈拍摄的时候 例如F16或者是F22 镜头的清晰度呢也会跟着光圈的缩小而下降 在打开这个功能之后呢 这些问题就会得到轻微的改善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打开这个功能来优化相机处理的结果 特别是您选择了拍摄JPEG格式直出的时候 优化的结果呢也会直接的反映在您的照片上 虽然在拍摄中呢可能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但是既然有这么一个功能呢咱们就宁可相信它的存在吧 在色彩空间选项当中呢有两个选项 SRGB和Adobe RGB SRGB呢是我们看到的网上和手机上的图片颜色格式 而Adobe RGB是广色域 色彩的范围呢要远远大于SRGB的覆盖范围 处理它的文件呢对后期的操作要求相对来讲要比较的高 甚至还需要更专业的显示器呢才能够看到它的颜色范围 那无论选择哪种格式您可能发现啊 它们拍出来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因为大多数的显示器和手机并不支持广色域 但是如果在打印的时候呢它们可就有很大的区别了 除非您是自己在家打印 或者呢要去打印的公司告诉他们如何去处理您的这个照片 否则如果色彩格式这里选择的不正确的话 那么出来的颜色可能就不对了 所以如果您对打印没有什么特殊的计划或者是需求 选择SRGB就已经足够手机或者是网上来使用了 对于专业的打印作品啊 选择Adobe RGB的广色域特别是风光摄影的作品 因为它呢可以保存更多的青色 这在自然风光当中是最丰富的色彩 以上就是影响照片画质的七个菜标设置了 这些设置不是死的 根据不同的情况来选择适合的配置 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拿起您的相机 每个都试试拍的多了就会更了解自己的相机了 自然呢就会拍的更好 由于胶片模拟相关的设置啊比较的复杂 所以呢我会单做一期来分享给大家 感谢收看旅行圣游小课堂 我是Adi 目前呢我使用这个富士相机已经将近有三年的时间了 所以在这里呢我会分享我的使用心得和后期相关的教程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